好,之前承上次一個小支線就是粉紅的時間管理者 這裡他有提及到如果我帶夢夢過來 他就會有一個劇情發生 現在就來了,夢夢是關鍵 開了這裡門,我們就即將進去看看 這是什麼呢? 這個地方其實...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什麼呢? 很久以前,我們聖賢和邪惡的神 基拉奇胡帕和達克羅伊戰鬥 我們贏得了戰鬥,但是我們犧牲了自己的生命 咦? 這個什麼? 好 這個地方其實是好像我很久之前玩過的最後一個支線 這個嗎? 咦?可以走上去? 我要隱藏路 這個? 一個墮落的牧師召喚了邪惡的神 他的慾望和貪婪滋潤了這個神靈 邪惡的神一日比一日更加強大 直到不再需要他 那個牧師召喚了 那個邪惡的牧師 是不是回去呢? 怎麼走呢? 這裡 咦?來了 他走掉了 誰走掉了? 你哪位啊? 嘩? 竟然要推射這些環節 這些環節竟然要 先看看 應該這樣 然後再推上 推上 推上 推過 搞定 好 來了 我們六個人 放棄了自己的生命 去召喚光之神 這個是美羅 美羅耶塔 克利適利亞 和蒂安希 美羅耶塔 和基拉奇 被傳送了一個未知的空間 而克雷適利亞 就將達克羅 鎖在幽靈的王國 蒂安希 打低了胡柏 自己都進入了長時間的睡眠 極複雜 聽完都不知道什麼 咦? 胡柏永遠都不會被消滅 我們封鎖了胡柏的力量 並且放棄了我們的生命 將它鎖在這個塔裡面 而現 你們是哪位啊? 我們是同惡神戰鬥的七言者 哦 OK 即是他們幾個就是負責 打贏那個邪神 然後將它封印的代表 我們不是還活著 我們是這座塔召喚出來的幻影 這座塔很特別的 在這裡本質和記憶以感知的形式呈現 你將胡柏從這個塔釋放了 什麼?我沒有 是舊的你做的 你改變了時間以確保你在石英聯盟的勝利 你試圖抓住他但失敗了 正正因為你的行動令到他自由 不可能的 我們已經盡力阻止你 但你實在太強大了 毫無效果 我不是故意的 為了射免你所有的罪 你必須結束這一切 你要找到並且抓住他 但是 如果你失敗了 這個世界就會進入滅亡 黑暗之神靈將會宣稱毀滅這個世界 噢 這隻? 那是甚麼 這是生命之神 他們的形式是基於人對他的認知 由於他被遺忘了很久 他甚至沒有一個形式 即是沒有一個形態 他消失了 就好像我們所說 這座塔很獨特 這個只是一個幻影 我們將他托付給你 用這個有報狐爬 世界的命運掌握在你們手中 邪惡之狐 當你離開這個島的時候 就可以感覺到我們剛剛被你的邪 就是情界之狐 他會盡其所能 讓你擺脫這個世界 順著蟲洞走 你最終會找到他 祝你好運 幻影塔之線 將至結束 那就是說 我要抓那隻狐爬回來 那個狐爬在哪裡 可以扔掉他的狐 可以扔掉他的狐 我想試一下他做出甚麼特別的東西 他就這樣踢了我走 這麼快 好 這裡 欸 怎麼了 幻神 我會盡我所能阻止這場的災難 我不會被零贏 力量 勇氣 智慧 是你這個神 我明白了 開始了 蛤 什麼鬼 開始了神 為何無緣無故要捕捉他還是打 可以捕捉他 OK 我們先試一下捕捉他 這位邪神相當難捕捉 所以你自己用大師球 沒辦法了 幻神 他被認為是真正的神 是阿爾宙斯之前的神 在被慰望很久之後 他已經失去了自己的真實形態 真的大家太慰望他 什麼地震啊 那個是 這個就是什麼 我們回去看看那隻精靈 那個能力值去到哪 噢 推錯了 那既然這隻是光明的神 那就是說其實有邪惡的神 對了 這樣說的話 就是說我們捕捉邪惡的神 就是可以統治這個世界 可以 欸 怎麼了 欸 他動了那隻眼 那隻就是邪神 那隻 立刻回去找他 先 一個奇怪的眼睛 就是藝術品 欸 沒有 他還是會動 咦 那就是說呢 都 就是說呢 其實還有一個邪惡之神的支線 我想是 好我們回去看看光明之神 這個精靈 好我們回來了 看看這個神的力量是什麼 這個神的力量厲害喔 噢 奇異守護喔 指授效果拔騰的命中喔 咦 他怕格鬥喔 這樣也挺厲害的 對 都可以的 但我不知道他是 他是屬於特攻向還是密攻向 拿出來看看 而且他是神的話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學到 好像是 這樣可以的 OKOK 那有機會可以拿他出去用 我 好 有機會 李宗宇 王 詞